下一個小東西叫做帕斯卡原理 帕斯卡原理課本上有一個活動 要你說明那個液體沒有辦法壓縮 所以對它施力之後 它的壓力會隨著液體四面去傳遞 然後傳遞出去就是到處都應該要一樣打 到處都要一樣打叫帕斯卡原理 所以你對它某處施的壓力會傳到各處然後大小都一樣 於是乎用這個東西就可以做一些事情 起重機 左邊跟右邊 你的右邊放個50克重壓下來就有個壓力對不對 壓力就會傳出去 然後你的在左邊那個兩億八公分 就也壓一個 這個左右就一樣它就恰可運動 可是因為左邊的面積大所以東西可以比較重 右邊的面積小所以 對不起 左邊的面積小所以力量可以比較小 右邊的面積大所以可以比較重 所以變成你在左邊輕輕是一個力 就可以舉起右邊重重的懷念 這叫做帕斯卡原理 就是等於把你的力量放大可以幫你舉重 幫你舉重 在這上面顯示的 10公斤重2平方公分是5對不對 那右邊呢也是50公斤重 10公斤重也是5 所以左邊的5等於右邊的5 可是要是你失利10公斤重 就可以舉起50公斤重的東西 所以達到放大的效果 帕斯卡原理 所以呢 這個叫做計算體 有人說不要考計算啦 這個帕斯卡原理 其實它有沒有新內容 沒有新內容嗎 它的計算是以前學過的 F除以A嘛 就是左邊的F除以A 等於右邊的F除以A而已啊 所以並沒有什麼新內容啊 沒有什麼新東西啊 就是左邊壓力等於右邊壓力 然後這個不是液體 所以怎麼算 F除以A來算嘛 所以就左邊的右邊算出來了 那你就隨便貼試 隨便一個位置數 隨便看你擺哪個位置數 就知道這個就可以求了嘛 OK 就是做法就這樣子 帕斯卡原理 很簡單嗎 容易 就是有些運用嘛 就有些運用嘛 運用 就有些運用 就把帕斯卡原理幫我舉重啊 什麼什麼這些 看一看就可以了 就是我利用帕斯卡原理 幫我做了一個起重機 然後把東西可以 輕輕的事先把它舉起來 就看一下 欣賞一下就好了 好 做題目 全盤水的容器兩邊有活塞 給你這麼多的面積 小活塞有6公斤重 它有活塞便取多少 帕斯卡原理 計算 F3A等於F3A 剛剛講過了嘛 有左邊壓力等於右邊壓力 我是不是說過了 這裡的題目 似乎都是左邊壓力等於右邊壓力 向上壓等於向下壓 向左壓等於向右壓 好 就這樣做就解決掉了 OK 停車戰界問 多重咧 可愛大美女 是美女對吧 要找美女對嗎 美女 美女叫做3號 你找我找過了 11號 11號找到沒有 來11號 你選豬喔 豬 請坐 你選的叫做豬 豬 就剛才講過的左邊等於右邊嘛 兩個壓力一樣 然後都是F3A來算 左邊等於右邊 力量除面積 力量除面積 然後就算出來 答案就是600 所以答案就豬 很簡單 沒有什麼難的嘛 就這樣而已 小吃一樁 這叫做帕斯卡原理 就是可以幫我舉重 把力量放大 左邊壓力等於 右邊壓力 小活塞的壓力等於 大活塞的壓力 就可以了 OK嗎 OK